南非独立在线新闻网站近日文章 原题我在中国的真实旅行经历 2022年12月当中国放宽旅行限制时 我就在中国 今年2月至4月 我三次前往中国出差 参观学院教育机构 与我的中国合作伙伴见面 并参加学术会议 因此我是在中国放宽旅行限制后 亲身体验在华生活的外国人之一 今年所有旅行 我都是从迪拜转机飞往广州 在航班上 我看到机舱里坐满不同年龄 兴高采烈的旅客 中国放宽旅行限制时 我就在北京 因此我能前往多个省份 无论我走到哪里 都看到城市和购物中心里 像往常一样的熙熙攘攘 餐馆也总是顾客迎门 以至于我们在浙江被告知 要等两小时才能等到一张空餐桌 这显示出 中国经济在疫情后复苏的 明确迹象 我的一次旅行 恰逢中国人和家团圆的传统农历信念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 2023年春节假期 全国共发送旅客约2.26亿人次 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 同比增长12.2% 难怪中国经济在第一季度 就出现4.5%的增长 作为一名外国人 我在中国总是感到很自在 并受到我的朋友 学术界同事 甚至我在购物中心和餐馆 见到的中国老百姓的欢迎 在我访问中国期间 总是感到尊重无处不在 我真的很享受他们的友好热情和亲切款待 我经常在飞机 火车和出租车上看到许多笑脸 非同寻常的是 中国如何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 平稳过渡实现这一切 无论制定任何政策 中国政府都把人民的福祉放在首位 为应对疫情 中国实际上通盘考虑疾病控制和经济发展 尽量减少对人民日常生活和整体经济 及社会发展的影响 使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恢复正常 并更好满足民众医疗需求 中国决定优化调整防控政策 此举不仅科学 及时和必要 还是负责任的 对全球经济来说 中国的重新开放将产生重大影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已将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从3%上调至5.2% 与最近出现的疫苗民族主义相比 在一个相互交织的世界 人们应该为全人类共同利益 一起努力 各国领导人 不应继续将新冠疫情 有关问题政治化 而是应该团结起来 建设性地致力于发展稳固的 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 以上是邀请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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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和图歌